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玩塔罗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占卜的题目是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哦 他到底想要怎样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到底想要你怎么样呢 那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今天呢 我们是不限任何关系的哦 又不是说呢 不管你们是亲女啊 夫妻啊 同学啊 同事啊 什么关系都可以测 你就是想知道 他到底想要怎样 因为有时候别人想要怎样 他又不说出来的时候 就很令人讨厌 对不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占卜这个题目 一样呢 画面上呢 有四种宝石 作为我们今天的选择参考 第一种呢 是蛋白石 好 第二种呢 是红碧玉 第三种呢 是绿玛瑙 好 最后一种呢 是青金石 好的 现在呢 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深呼吸三次 深呼吸完了之后呢 请你想着某个人 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 这个人到底想要怎样 我和他的关系 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想好了之后 请睁开你的眼睛 直觉地从这四种宝石当中 选择其中的一种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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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选择 我们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蛋白石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蛋白石的朋友们 雅提米斯的频道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你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 donate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节目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的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牌代表是过去一段时间他想怎样 现在是中间这六张是现在他的想法 后面这三张是未来你们的发展 好的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是钱币酒 第二张牌呢是节制牌都是正位 第三张牌是四身牌的逆位 这个人呢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其实也没想怎样 他就是想要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过生活而已 什么叫舒舒服服的过生活呢 就是他不希望生活当中有什么压力 或者什么很恐怖的事情 四身牌有时候代表这是一种绝望的概念 他就是不希望生活当中死气沉沉 所以他会希望生活当中可以多一点乐趣 钱币酒的时候有一种吃得好穿得好 生活过得很富裕的感觉 再加上这一张叫做十能截制牌 他觉得他的生活只要可以好好的 每天过得规律的生活 然后吃得好穿得好 生活开开心心就好 他其实也没想怎样 他唯一想到就是他自己而已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觉得 他是不是光顾着他自己过得好就好 对他就是 他其实也没有想要什么太多太复杂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他 现在他问题就很大了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高塔牌的逆位 女教皇牌的逆位 还有世界牌的逆位 这三张牌组合在一起就是 他不管 好这么说好了 我觉得目前他现在的状态就是 一个很难搞的人 他想怎样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是用一个排除法的方式告诉你 他不想要怎样 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 高塔牌的逆位就是 他不想要被吓到 他不喜欢什么惊喜惊笑 他什么都不要 他只要他生活是稳定的 然后女教皇牌的逆位是呢 他想要你怎样呢 就是不要太冷淡 你要对我热情一点 亲切一点 你要对我好一点 然后世界牌的逆位呢 就是他自己呢 会觉得他不喜欢现在这个环境 他觉得状况什么都不好 他觉得就是不开心 他什么都有的挑剔 他意见很多 但是你真的问他 他想要怎样 他想要什么 他自己有时候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是处在一个焦躁难搞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这边也看到的是 前币6的逆位 我们现在看到前币1跟权杖3的逆位 前币6跟权杖3 其实有一个还 这两张牌加起来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这个人 其实有时候走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不太愿意付出 不太愿意做一个交易或交换 但是他就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这边看到前币1 简言之就是好了不劳而获 他就是一个想要不劳而获的人的一个状态 他就是觉得你可以为他多付出一点 你可以为他多做一点 他就是想要很依赖你 所以我觉得他目前的状态 就是处在一个不理性的状态 你说他想要怎样 我觉得你不要理他就好了 因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等他自己搞清楚再说 有时候很多事情是 你是不太可能说你没有任何付出 就要别人为你做很多事情 可是他的状态就是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就处在一个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然后他又很难搞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这种情形下 我会觉得 你觉得他很讨厌人厌 或者是你觉得他的状态很少 你受不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未来这三张牌 就是之后你们的发展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呢 顺背8的证位 我们看到顺背2 我们来看到的审判牌 这三张牌其实讲到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在未来两三个月过后 他其实会有一个人生的蜕变 就是他想清楚 他终于想清楚 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想要怎样 他想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跟你之间好好打好关系 然后维持好两个人的关系 当然如果你们是朋友的关系 如果你是亲人的关系 他就是希望这段关系可以更加的稳固 我们看到这张顺背8 跟这张顺背2 其实就讲到一个点 就是他需要一些勇 他觉得他想要的是 他需要有人给他一些勇气 让他去追求某些事物 如果说你跟他是情侣关系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那种依赖 不是事事要求你给他什么东西 而是他会开始好好的去顾好这段关系 他会付出更多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在未来 他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他会开始很在意跟你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就等他吧 特别是审判牌这张牌 讲到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他会遇到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 让他去看清看透一些事情 这个东西是早晚会来的 但是有时候审判牌有一种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概念 但是你要知道不是不到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那个时候到了 他自然会有转变 所以目前你如果觉得很受不了他 这也是正常的事情 你总要等他走到某一个 走到某一个时间点 遇到某一个转折的时候 他才会有一些觉悟啦 所以你现在跟他多说什么 我觉得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用途的 好的我们用独角之后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第一张牌呢是light See the light within yourself and everyone else 其实我觉得光这张牌出现在这边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重大的点就是 这个宇宙希望你用一个 相对光明面的角度去看待他这个人 他其实不是有任何的缺点 但是你要用更光明更正面的态度去看待他 你会过得比较开心一点 teamwork 坦白说我觉得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就是不要你自己一个人去应付他啦 你可以的话找你的朋友一起商量一下 想个办法或者是他有他的朋友你可以去找他的朋友等等之类的 不要你一个人孤军分赞 因为他现在就是很难搞超级难搞 你自己也是搞不定他的说不定他朋友又有同样的烦恼 你们合作就可以好好的一起来搞定他 而不用只靠一个人 只靠一个人真的很辛苦 好最后是happy salt 这个宇宙就告诉你要乐观一点 其实有时候你自己能不能够活得快乐 跟你自己够不够乐观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人我真的觉得你就把它放着就好 你乐观一点去看待就是 人生总要经过一些磨难嘛 让他经过这些磨难 让他自己去长大 其实会是一件更好的事 你适度的给帮忙就好了 不要被他依赖住 否则你会觉得很辛苦 而且让他去经历一些苦难 其实是一件好事 你就当做是老天爷在帮你训练他好了 好就是选择到蛋白石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如果你是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 亚天密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 抖内我这个频道 支持我一下哦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十张牌哦 前三张是他前一段时间 他到底想要怎样 中间六张是现在 他想怎样 后面三张是未来你们的关系发展 好的我们这边看到第一张牌呢 是死神牌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第二张牌呢 是权杖皇后 第三张牌是恶魔牌哦 这三张牌就告诉我们 几件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现在过去的他想怎样呢 前一段时间他就是想要摆脱一些 太规律太实气沉沉的生活 他就是希望他的生活可以增加很多刺激 这种刺激一部分可能跟性方面的刺激是有关系的 因为权杖皇后已经是很强烈的一张牌 有时候权杖皇后的人 的状况已经可以描述到说 他喜欢去打球 去玩 出去找一些刺激的一些 相对刺激的运动 比如说高空弹跳啊 甚至于是 就是可以让他情绪非常激昂的活动 可是呢 这边再加上一张恶魔牌 就代表就是 他其实比较 除了这方面之外 他还很想要追求刺激的性生活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譬如说他可能不太是 他不太会直接讲 他想要他的性生活非常的火热 但是当你没有办法跟他有这样子的生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在闷着或者是不开心 或者是说呢 你跟他的关系只是普通朋友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他常常晚上不见 或者是他常常就是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他晚上去哪边玩去做什么 甚至于你会发现他可能在怕不掉人什么之类的 很多事情就是 他就是想要爽而已啦 简单来说 我们用比较直接的话来说 就是前一段时间 他想怎样 他就是希望他的生活可以多一点刺激 多一点可以让他觉得很爽的生活就对了 那看他怎么爽 就是他个人的一个选择啦 当然这几张牌也有 比如说一直喝酒等等之类的 但是这些习惯上可能就比较偏向跟夜生活有关系 好那我们看一下现在 现在的他就是处在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女教皇牌的逆位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命运之轮的站位 而且我们这边还看到的一张是 钱必食的逆位 现在的他呢 他自己想要怎样他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种 他大概 他想要怎么样 他自己讲不出来 但是他就是觉得 反正现在的生活就是 啊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 因为命运之轮代表着一件事情是 他在等待某一些时机 在等待这些时机的过程当中 他就觉得很无趣 那很无趣就在那边心情不好 女教皇牌的逆位跟钱必食的逆位就是 他没有期待什么特别稳定的生活 也没有什么期待很冷静的态度 他就是想怎样都怎样简称 简单来说 这就是处在一种韧性的状态 这种韧性的状态就是 他觉得反正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 他好像对这个生活上面充满了一种无力感 可是他也不是很想去抵抗他 所以他今天心情好就好 心情不好就不好 全部都写在脸上 你说他想怎样 他也没有特别想怎样 他只是觉得反正生活很无聊压力很大 然后我这边还看到了一张牌叫做审判牌的正位 世界牌的逆位 还看到道调人牌的逆位 我们会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他在等一个时机 他可能会常常告诉你就是说 对我现在等到某个情况下某件事情发生了 或者是我以前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了之后 我就可以有下一个往前进的时间 甚至于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哪一个老师跟我讲说 我只要过了几月之后我就会变好 等等之类的 他自己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他现在很多情况他也记不得了 那你问他他想怎样 他也讲不出来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呢我们看到世界牌的逆位 跟道调人牌的逆位 都讲到了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觉得他所在的环境跟状况 都对他不友善 而且他其实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去往前走 所以他就只能等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很无奈 然后你要问他他想怎样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就只能等啊 我不能 我不然我还能怎样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不友善 不好处理 不好相处 搞不清楚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对他来说 他自己就是在等某个时机 某个时机点 还有某些业障结束之后 他才能够去做某一些事情 所以对他来说 有时候这几张牌相对有一种 他还蛮任命的一个感觉啦 可是你可能就会很想知道说 那你到底想怎样 他就不知道嘛 他自己也是 我总要等到 比如说 你要烤肉 你总要把火升起来 你才会把他烤肉 他就是要等那个火升起来之后 他才有办法做下一件事情 差不多就是这样 好的 我们来看未来你们关系的发展 好 第一张牌呢 是圣杯十的正位 我们来看到的是全帐三的逆位 我们这边呢 还看到了一张牌呢 叫做是圣杯四位的正位 这三张牌代表在未来两三个月之后呢 我觉得你跟他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如果你们两个是交往当中的话 他可能会求婚啊 或者是他觉得他可能会想要跟你结婚 或者是计划结婚 那如果你们是暧昧关系的话 可能两个人会在一起 因为不管是圣杯四位或圣杯十都代表着 其实感情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而且他不会再到处乱跑了 但如果你们是处于一般的关系的话 其实相对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他会和你维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 而且他会很喜欢常常找你 然后跟你聊天有的没的 你会发现他很喜欢跟你 就是互动 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然后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他对你的评价很高 然后他很希望 比如说你们是朋友关系 你们是上司下属的关系 等等之类的 他都会希望这段关系可以长长久久下去 而且甚至于他相当感恩你 他在你身边 他就可以做自己 然后自己很快乐 其实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 两三个月之后 你们两个关系会变得更好 那当然也就是他走过了某一个时期 走过了我们刚才说的 他在等待的那个时期 他知道要去怎么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 对他而言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他就是走过那个时期 然后事情的发展 也照他的想象去发展 所以他其实还蛮开心 整个心情就会变好 然后他想怎样 他就是想要跟你好好地维持目前的关系 然后他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关系很好 他会对你越来越好 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要求的东西 他对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他没有想要你怎样 但是目前的他就是处在一个 他自己可能都还在等某一些状况 所以你再问他 你问他再多 他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好的答案的原因在这里 但是到未来 你们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这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他自己走过某一些状况之后 就会不一样了啦 好的 我们用独角授占卜卡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我们第一张盘呢 叫lover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就是笑得开心一点吧 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开心一点 这个人你可以不要管他 反正他自己在等按就放着他就好了 不用理他太多 真的 他可以活得很好 他活得非常的好 不用理他 真的 好 creative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可以去学一些东西 不管是去画画 去做一些跟艺术相关的事情 激发你的创意 其实我觉得宇宙在告诉你要回归到自己身上 你过着自己创意有开心的生活 让自己过得更快乐 这很重要 最后是 Wars Waiting For 等待是值得的 有没有 我也告诉你啦 刚才我们的塔罗牌上面也告诉你 他都在等了 那你就跟着等吧 你也不用太烦恼他 他没事的 好吗 好 就是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选择到绿马脑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绿马脑的朋友们 雅田米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 超级感谢的功能 斗内我的频道 支持我的频道一下哦 好的 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 前三张牌代表的是 过去一段时间 他想要怎样 中间这6张是 现在他想怎样 后面这3张是你们 未来的发展 好 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呢 是命运之轮的正位 第二张牌呢 是前B6的逆位 第三张牌呢 是前B3的逆位哦 对他来说 其实先过去一段时间 算是压力很大 而且赚钱不太顺利的时间 他不管是要做投资 或者是说 他要做任何花钱的事情 他自己其实都觉得 有一点辛苦 最大的原因就是呢 因为时机其实没有很顺啊 他自己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比如说他的一些投资要解套 比如说 他一直在 等等某一些货款 必须要进来等等之类的 对他来说 钱的事情是他前一段时间 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很烦 那你问他想怎样 他就是想要有很多钱 他希望这些钱可以顺顺利利进来 手头上的现金可以来来去去 很顺遂这样子 那命运之轮代表的是 他其实也不是一个会觉得很哀怨的人 他其实自己会希望 他自己其实也是感觉到说 好没关系 我就这样努力下去 也好 总会该是我的 就会是我的 所以我觉得他自己算是一个 正面乐观的人 好 我们看现在 现在的他我觉得过得蛮好的啊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战车牌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魔术师 我们看到的是审判牌 你如果问说 他现在想要怎样 他想要的就是 买一台新车 战车牌 其实有时候我们塔罗牌 看到战车牌的时候 就一定会联想到 车子这件事情 他可能想买一台新车 他可能很希望他的事业 可以大发一帆风顺 其实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我们看到魔术师牌 可是他自己也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很多的努力必须要 长期累积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才会有美好的一个回报 魔术师加上 审判牌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观念很正确 而且很健康的人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呢 这张牌叫做是 圣北八正位 还有钱必九的正位 还有宝剑思维的逆位 简单来说就是 他现在想要的就是 变成一个更成熟的人 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勇气去做 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他希望可以赚很多钱 让自己可以过得更富裕的生活 简单来说 他就是希望目前的物质生活 可以过得更好 他想怎样 他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 所以你如果发现 他没有办法回答你什么太多 有关感情上面的事情 或是他很努力的在做他的工作 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赚钱 没错 他就是想要好好的赚钱 他就是需要钱啊 对他来说就是 过得好的生活很重要 好 我们来看未来这三张牌 这三张牌就讲到了 他到了一个两三个月之后 他开始他的一个物质生活 可以慢慢的满足他 或者是他的一些压力过去了之后 他这个人其实是开始 渐渐的朝向某一些方向去转变 朝向什么方向呢 他希望他的情感方面是能够稳定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恋人牌 我们看到的还有圣贝尔 他希望有好的对象 他希望有好的感情 也就是说 他自己其实并没有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 因为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人 他懂得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没有钱 没有办法过一个好的生活 我的感情大概也没有办法 好好顺顺的过下去 所以对他来说 先有面包再有爱情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在这个方面上面 其实是很清楚的一个人 另外我们看到星星牌 星星牌也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 他对未来其实还是充满了某些希望 也就是说 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他想要怎样 他其实 也没有想要你怎么样 如果说 当然如果你们是感情关系的话 他当然就想要你可以答应他 可以跟他好好的在一起 感情上面可以好好的 一同去做一个好的发展之类的 他希望可以跟你顺顺的 比如说变成一对情侣 如果你们是还没关系的话 如果你们是已经交往中 可能希望结婚 那如果你们这是亲属关系的话 他说不定想要你帮他介绍对象 但是他自己对自己 有一个未来的更多的一个打算 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那你说他想要怎样 就是大概我跟你说的这个样子 那你们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是会变好的 因为看到这几张牌 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朋友 同事 你就会发现他还蛮黏着你 比如说常常叫你帮他介绍对象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然后他又会跟你涂一些苦水之类 会跟你讲很多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他会变得更活泼 现在的他其实就是个很努力的人 我会觉得他 其实对你的评价也蛮正面的 他就是希望跟你可以好好的相处 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好人 在你身边 他其实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 你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好的 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呢 是 Simplicity 很多东西可以更简化一点 有时候他没有想这么复杂 你也不要想得太复杂 你用 你简化一下你的思考 你就可以跟着上他 你就可以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想怎样 好 Happy Surprise 身为一个好朋友 或者是你是一个他的好亲人的话 其实有时候可以制造一点 开心的惊喜给他 我觉得他自己是一个 很能够接受这些事情的人 但他自己可能做不出某些惊喜来 这跟个性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可以给他一些 开心的惊喜的话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关系跟互动上 都会变得更好 而且 我觉得他会很 乐于 接受你给他的这些惊喜 好 最后 Relax Everything is ok 放轻松一点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 都没有你想象中这么严重 这个宇宙在提醒你 你有时候把很多事情 想得太严重了 这个人其实现在 没有你想象中过得那么不好 或者是没有你想象中的讨厌你 他没有 他其实就是在过他自己的生活而已 反倒是你自己需要放轻松一点 去做一些可以让你放松疏压的事 好吗 好的 这就是选择到绿马脑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选择到青金石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选择到青金石的朋友们 雅天米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呢 赌内我的频道 支持我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牌呢 是前一段时间 他到底想要怎样 那中间这六张牌呢 是现在的他呢 想要怎么样 那后面这三张是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 好 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哦 第一张牌呢 是叫黄牌 第二张牌呢 是月亮牌 都是正位 第三张牌呢 是 呃 前壁石的逆位哦 这三张牌讲到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 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是不是想要去出家 对 他其实有这个冲动 对 如果说 这个人也许 或许他 呃 突然告诉你说 他对于某些宗教是很有兴趣的 他想要往宗教的方式上去发展 去追求一个灵性的东西 这是很正常的哦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了 这个前壁石的逆位跟教皇牌 其实这两张牌加起来 呃 比较中式的说法就是 他想要出家啦 或者是说 他想要去体验一下 僧侣的生活等等之类的 不想再待在家里面 那月亮牌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他其实内心当中 有蛮多的情绪在起伏 所以他希望可以平复这些情绪 他希望找到一些灵性的方式 去过好生活 那你说他想怎样 他想要你怎样 没有 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就是 他想要去让自己 过着一个心情平稳的生活跟日子 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情平稳呢 他就是朝宗教的方面去 所以他如果之前告诉你说 他想要去出家 想要去追求灵性生活 这是认真的哦 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哦 好 我们来看中间这六张牌 中间这六张牌呢 我们第一张看到的是呢 高塔牌的逆位 宝剑舞的正位 还有宝剑国王的逆位 现在的他想要怎样呢 他现在的他其实就是希望 他自己身边可以多一些朋友啦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高塔牌的逆位 还有宝剑舞 宝剑舞其实是一张很怕孤单的牌 然后加上宝剑国王的逆位 他自己会觉得他最近有点孤单 所以他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朋友 如果说 他常常去找你 或者是常常跟你点多 他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想什么 他就是不想要一个人 他觉得很孤单 所以他想要找朋友陪伴他 可以跟他聊聊天 可以跟他 互动对话 让他的生活当中 多一点有趣的东西 对他来说 其实他其实单纯就是想要 找个人陪他聊聊天 然后他不想要一个人孤单 这样子 我们还看到前壁七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的命运之轮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权杖六的逆位 我觉得对他来说 目前的他 其实一部分就是想要 有发展一些新的事业 做一些新的赚钱的事情 因为他其实一直在等待 他自己的运可以更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 他自己是蛮努力在做一些发展的 可是我们看到权杖六的逆位 就是他自己的发展并不如他预期的好 所以他自己其实最近有一点烦恼啦 但这种烦恼就是说 他有想办法就是好 除了现在的这个东西之外 他可能要创造新的收入 对他来说 他就是期待在这样子的好的 他觉得他有抓到一个时机点 他想要 也许想要去创业 也许想要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的情形就是 你如果问说他现在想怎样 他其实就是想要 有一个新的事业发展 然后他不希望别人不理他 他希望有朋友 所以等于是他也想拓展一些人脉关系 然后他也希望 他可以抓到这个时机点 去做一个好的发展 不要失败 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三张牌 就是你和他在未来的一些 关系上的变化或发展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圣杯八的正位 我们看到的是 与者排在另一位 我们还看到圣杯二 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未来两三个月过后 我觉得他会开始就是 他其实会把你视为 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对象 如果是朋友关系的话 他可能希望跟你一辈子都做好朋友 你会发现他很认真的跟你讲这件事情 因为有时候与者排在另一位代表 他想清楚 他就觉得说 有时候人生啊 知己难得哦 如果你们是朋友关系的话 那如果你是亲人或同事关系的话 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对他很好的人 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就是他的想法 他会把你当自己人 特别是因为圣杯八跟圣杯二这两张牌 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会鼓起勇气告诉你 他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想法 他把你当自己人 去说这些事 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是感情关系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很认真的跟你讨论 未来我们两个的感情要怎么发展 你会发现他想要的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跟他很熟识的人 待在他身边 不管是说友情 亲情或者是爱情 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的人 然后他也觉得你是一个这样子的好对象 所以你们的关系是会往很正面的方向去发展 然后感情或者是朋友关系 你会发现他真的把你当成重要的人 你会听到很多他的内心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好的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第一张牌的是True真实 这个人跟你讲的话基本上都是真的 他不是一个会骗你的人 他是一个单纯直接而且很诚实的人 所以你不要怀疑他有没有跟你隐瞒什么 没有 他就是一个诚实的人 好 Talk about your feelings 这个人其实对你的意见 他是很重视的 但是他觉得你好像 就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这个人觉得你好像都不跟他说你的心里话 所以中间我们这边看到的 比如说保健5啊 高塔排逆位等等 其实有时候他会很害怕你离他而去 他觉得他 他觉得你对他很重要 可是有时候 你如果突然告诉一个人 你对我很重要 会把对方吓到吧 而且他觉得你都不告诉他你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对他来说就会觉得有距离 所以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如果你希望跟这个人拉近距离 你就告诉他你心里在想什么 把你的感受感觉讲出来 最后是Pet 这个就很有趣了 如果他有养宠物 你可以跟他聊宠物的话题 你可以去他家看宠物 如果说他没有养宠物 你们两个也可以聊宠物的话题 这是一个可以拉近你们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还有就是如果没有话题聊 那就聊宠物 这个是对你跟他都有用的事情 好 就是选择到清金石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